如此而已 那么因此他是一个平常人 而且他是下贱的种族在印度 他哪里有心修行 他也不敢想要修行 在这一生 他并没有心想要修行 他这一生没有心修行 可是愣演奏的神通之力 冥冥中赐助他 使他很快就正到无学 无学就是俄罗汉 无有可学了 正到俄罗汉国 我身已经不出后有了 那么就没有可学的东西了 所以俄罗汉叫做无学 由愣演奏的神通伟律来资助他 使他很快就正到俄罗汉国 冥冥中的资助 所以我说 他这是过去多生修行的功力 被这一生的烦恼遮住了 愣演奏把这个遮住的烦恼把它掀开了 所以原来的功能就显现出来了 并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修行 一闻愣演奏就成无学 不是这样子 那么以此来显示 那么以此来显示令演奏的功能 佛对那些僧文人说 愿和如登 再会僧文 求最上圣 决定成佛 愿和说一问此 你看摩登前女 无心修行 神力明知 让谁能够很快正无学 你们这些僧文人 个个都是发菩提心 回调向大 要求无上菩提 求最上圣就是无上菩提了 最上圣就是佛的果位 一佛圣 要正一佛圣的究竟佛国 决定要求成佛 你们的心愿回调向大 不是单求欧罗汉国而已 你现在要行不成道 一直到成佛 那你决定能够成佛 没有问题 以摩登阅的例子 来证明你们这些僧文人 一定成佛 怎么知道你们一定成佛呀 你们有这个大悲大愿 发菩提心 你能行菩萨道 现在是 已经是生文的无学果位 就是有学 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了 再往无上菩提 虽然还有很长的路 那是决定可以到家 没有问题了 所以举个方便的比喻说 比如一尘阳一顺风 有后见险 比方说 手抓一把灰尘 风是这样吹的 你这个灰尘一放出去 这个风一吹 很快就散出去了 好像陈阳在顺风的地方 很快就飞到该停下来的地方了 目的就能达了 那有什么艰难 有什么险阻呢 就是没有艰难险阻 说明你们这些生活人 修无上菩提 再加上愣眼中的功能来帮助的话 那直至成佛 绝对不会有困难 若有末世欲坐到长 千师比求清静境间 如果有人在末法之事 末世 末法之事 福灭度后 正法千年 向法千年 末法一万年 就现在 当然这个末法的世间 如果有人想要坐到长 就是以这个愣眼金所说的 二十五三 二十五这个圆中 来修行 例如说修耳根圆中 以此为修道之常 耳道无上菩提 那么你必定先持 比修清静境界 如果是男性出家的 要持比修界 比修界持清静 丝毫无犯 才能够成就 要当选择 借清静者第一 三门一位其师 要学习 这个选择师章很重要 要选择一位 持戒清静的第一 三门 就持戒第一的出家人 三门是出家人的同村 持戒第一清静的 这位比修 来做你的师章 跟他学习 由他领导 那你的修行 才能成就 若取不欲 真心精生 你一见 律仪必不成就 假如欲不到 清静比修啊 来领导的话 那你的持戒 你的律仪 就没有办法成就了 以这个话来看 现在末法时代 真是 如果你要找一个 清静比修 不晓得到哪里去找 洪一大师啊 他很不客气的 在律学要略里面 有一句话说 他说中国佛教 从宋朝以后 七百年来 身种已经断绝了 他说 这个中国人的身种 老早就断绝了 现在来出家人吗 看起来是蛮多的 有很多出家人 比修比修你 这只是一个挂空名的 保持身相而已啊 保持出家人的身相 还有出家人存在的 这个事件 如果说戒体嘛 七百年前就已经事全了 现在谈不到了 所以现在的受戒 只是个表面上的咒咒 真正要得见 已经是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见识就没有戒嘛 没有戒的戒是传戒 那还是这个没有戒 就是没有戒 传没有戒 无戒无戒 一直无下去 而这个有一部经在说呀 他说到了末法时代呀 无戒比修满大地 出家人是很多 没有错 可是都是无戒 怎么无戒 没有戒 不过我们 不要因为他没有戒 你就瞧不起他 不能这样说 因为这个有戒 没有戒 他不是有形象看得到的 戒法的戒体呀 无形无相 看不到 那么他有没有这件事 他个人的事情 我们尊重三宝 尊重住持三宝 是我们的功德 他是个住持三宝 从来没有戒 如果没有住持三宝 一直住持流传到现在 佛法老早就灭掉了 佛法弘扬本在身 有人在组织在家僧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家人有事业 有家庭 有各种的反境 无论如何 你想要做的 像出家人这个样子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虽然有件无件 且不论保持身相 还是存在 世间上还是有身相的 不过出家人自己 应当要有惭愧心 不要以这个挂空名的 比丘比丘尼 而来意为满足 我们只是为了要保持身相 使这个身团的这个罚脉 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不至于断绝 这是我们的义务 应当要做 但是不能因为他没有件 还瞧不起他 那么以这个经文所说 如果得不到听见比丘 来领导的话 那么纵然以后文所说的道场方式 恐怕也很难成就 如果戒成之后 戒成以后 着心静一 这个如果是结坛情道啊 要换另外心一 心静的才可以入坛修行 燃香 燃香 贤居 燃香代表共养 燃香贤居 从这个戒到着心静一 燃香贤居 天台家就把这三句话 配合二十五方便 就是打坐修行的前面的二十五方便 整个配合起来说明 那么这个道理就很多 现在不这样细说 假如你要了解二十五方便的话 看看小指冠 小指冠前面的二十五方便 那么里面持下心静啊 意识种种 里面有详细说明 这里只是按照经文所说 要入坛行道 要坐心静一 坐就穿啊 要有最起码要有好香的供养 贤居定住 安住的地方要定 才能够柔法修行 这一点呢 到了后边讲 这个结坛里面 还要再说明 那么然后啊 送死心佛所说神咒 心佛就是无见顶像啊 无微心佛所说的神咒 就是指这个楞严咒 送咒要送一百八遍 指一百零八遍 一百遍再加八遍 那么送一百八遍啊 然后结界建立道场 这一百零八遍的神咒 就是持这个一百零八遍的神咒 来结界 使这个道场清静 然后才能够柔法修行 为什么一定要一百零八呀 表示破一百零八种的烦恼 我们众生心中本具有 一百零八种烦恼 平常说八万四千 有些名像简单就称为一百零八 什么一百零八呢 见获八十八十 就是八十八个 失获 把它算成十个 叫做十十 失获里面呢 遇见有贪生失慢 四种 失戒贪吃慢 无失戒贪吃慢 善而不形成啊 失戒无失戒没有称恨性 他把称恨性已经降服了 就是种子虽然还在 可是他已经辅助不及现行 遇见了失获 贪吃慢四种 失戒失获 贪吃慢三种 无失戒失获 贪吃慢三种 那么三三四就是十个 这个叫做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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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戒失获 三戒失获 后面前面八十八十就是九十八 就有九十八了 再加上失禅 这个叫失禅 这个所有的名像 关于这个各种的 实戒修行啊 各种的烦恼啊 他的这些名像里面 另外有失禅 这个失禅啊 详细说很多 实际上就有十个 这十种烦恼啊 是就是称赫心 服藏自己的犯 这个错误 还有贪着睡 贪着眠 睡眠 这是两种 还有无惨无愧 还有嫉妒 还有这个坚定 这些就是失禅的 这个烦恼 这个失禅烦恼里面啊 实际上都包含在根本烦恼 谁烦恼里面 九十八十再加失禅 就是一百零八 这就叫做一百零八种的烦恼 那么无论是持咒啊 或者是念佛呀 念诸用一百零八呀 就是表示破除一百零八种烦恼 我们众生龙回生死 就是由这一百零八种烦恼啊 把我们遮住了 无上不利的造型显现不出来 修行不能进步 就是由这个烦恼的遮蔽 现在 就是以破除烦恼的方式来下功夫 就持一百零八面 破八百烦恼 无论你是修持哪一种法门 都讲究一百零八 用意就是破除一百零八种烦恼 那么然后结界建立道场 这个结界怎么样的结界 怎么样的建立这个坛场 后文啊 后来又会再请问再说 这里只是先提示一下 那么建立坛场有什么用呢 求以死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 放大悲光来灌其经 求死方诸佛 东西南北斯为上下 现在正住在道场里 度化众生的那些诸佛 都是成就无上佛果的 这个正如来的果位的 无上如来 就是诸佛了 希望死方诸佛放大悲光 大慈大悲 放大光明来照耀我们 由这个修持的人呢 由佛放光来灌其顶 灌这个修这个法门的人的头顶 由佛放光照灌顶吗 使他烦恼消除 深信心经 那么修行能够成就 佛对欧南说 欧南 如是